超越自己的故事 以下是我Leslie的故事 Hi 我是Leslie 上一集講完爸爸 這一集我們講講伴侶 伴侶都要聽Beyond Beyond有很多出色的愛情作品 例如有無聲的告別 Beyond第一首的愛情作品 是遠仔在台灣的真人真事的親生激烈 到最後是無疾而終的 回到香港之後 就和家驅一起創作這首歌 喜歡你 大家意熟能長 家驅為了他的事業去拼搏去發展 逼於無奈就和他當時的女朋友去分手 還有陳氏勇友 送給Kim 送給潘仙麗的一首作品 大家是否記得我曾經訪問過潘仙麗 那時潘仙麗也有說 當時家驅去托Mike 即是舊日的足跡那個人 告訴家驅聽 翻鄉一下的感受 從而創作了舊日的足跡那個 Mike 話說Mike就家驅托他 送了餅帶 叫他幫我交給潘仙麗 哪一首歌是故意創作的 按照羅餅帶過去 叫潘仙麗去聽 聽完這首陳氏勇友之後 當然阿Kin很傷心 潘仙麗很傷心 有機會大家聽回 我曾經訪問過他 這一集我們講愛情的 其實有一點點懶著 愛情其實是一件複雜的事情 不知道大家覺不覺得呢 有些事情 有時候 大家雙方 迫於無奈 可能會起碼一起的 當然有些 又反過來 迫於無奈 可能會一起去放手 一起放手都很慘 如果此時此刻 你找到你的忠心伴侶 即是一生一世了 恭喜你 你不需要再為這件愛情 即是為這些事 去花心思 花時間去估計 究竟他對我真還是假 如果你還是單身的話 我同樣都要恭喜你 曾經看過 在網絡上看一段文章 有一句很棒 當事人就說 我從來都沒有EX 因為所有的EX 在我心目中 只不過是妨礙我去尋找真愛 我看完之後都拍攏手掌 又的確是很有道理 不知道你覺得不覺得 OK 不過怎樣都好 令我們知道很多 Beyond有很多愛情的故事 透過聽他們的愛情作品 令我們可以對愛情有一個更立體的看法 都不奇怪 好的愛情 好的愛情生活 我會覺得 無論對你的事業 學業 或者精神各方面 都會事半功倍 但是如果有不好的愛情生活出現 尤其是如果你是活在一段 所謂的愛情 但是活在恐懼當中的 我相信對你的影響一定很大 不過一定是一個懷的影響 回來講Beyond 有時都會猜一下哪一首歌 咦咦這首歌 是不是他們Beyond的真實愛情故事 還是不是 聽起來又好像是身邊的朋友的愛情故事 接下來這一首 你猜一下是哪一個的愛情故事 這晚再次望你 明正在宿碎的你 曾說過一生跟我 不管經過 幾多得失同錯 我實有點不忍 你說我太自我 是想被夢幻蹉跎 誰願意添陪留你 放開真理 只得傷心痛悲 我實太過天真 想說對不起你 又恐怕不會有傳奇 難度將火再種於水裡 求一點的驚喜 我終發覺 愛得大錯 只可永遠 說聲再見 我終發覺 愛得大錯 愛得大錯 只可永遠 說聲再見 你說我太自我 是想被夢幻蹉跎 誰願意添陪留你 放開真理 只得傷心痛悲 我實太過天真 想說對不起你 又恐怕不會有傳奇 又恐怕不會有傳奇 難度將火再種於水裡 是想被夢幻蹉跎 又恐怕不會有傳奇 事實上 事實上懷念再幫你 說我是最好 從來 從來難明白 從來難明白 怎麼可能 吸你走 是想被夢幻蹉跎 我終發覺 愛得大錯 只可永遠 沒有甚麼 我再陪陪你 Zither Harp